接着讲解小数点位数,我们开启环利档 我们刚刚呢已经完成了平均的计算 那这边平均的话呢 有些是 长度蛮长的,有些长度呢 比较短 那每个位数呢都不太确定 那我们把位数呢 就统一把它设定小数点位数,后面位数是一样的 那这怎么做呢 好 我们这个已经做好了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往下拉 但这样你看不出我做了哪些内容 我现在教大家 我们点到一个呢 还没有设定的 按右键 右键的 第二个 格式化储存格 在格式化储存格这边呢 分裂的地方呢 可以看到树木 树木里面呢 选项有小数点位数 我们这边选2 两格小数点 按缺点 它就2了 你往下拉 这是一种方式 再教各位另一种方式 就是这边 这边的话呢 有个地方是 增加小数点位数跟 删除小数点 好 我们 点1格 点删除小数位数 这边呢 这边呢 刚刚是因为 这个换围的关系 所以有些会呈现 警示号 那我们这边呢 已经用这边删除小数点的方式来做了 那我们往下拉 一样的完成 所以呢 方式呢 有从工具列 的地方 来操作 也可以从 右键的格式化储存格 来操作 效果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补充的话呢 这个 它 小数点后两位 就在这里补充的话 我们再次做 这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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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 我 还 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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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